白天鹅酒庄 出产的美国纳帕山谷高级干红葡萄酒 精选赤霞珠葡萄酿造 口感饱满柔顺 果香浓郁 回味无穷 把您带入一个更高层次的美酒享受 美国加拿大订货 中国境内送货到门 白天鹅酒庄 美酒品尝专线 778-927-7700 为了筹集善款 帮助加拿大华人移民健康研究项目 加拿大福建华联总会和新移民基金会 举行了一系列的筹款活动 他们借福建华联总会创会15周年之际 特地在多伦多举行了移民基金会 首次采票发行庆典及筹款晚宴 来自山西政府的议员 华人社团领袖 以及加拿大福建移民数百人参加了晚宴 成立03年 到现在已经有15年历史了 我接手从15年到现在 我们做一大系列的工作 新移民基金会 是我们福建华联的一个会 我们考虑到乡亲的身体健康 以及心血管的问题 我们这次专门向安省政府 申请到了我们的华人里面 第一个彩票发行 此前为了更好的致力于移民 及后代的健康与文化发展 成立于2013年的加拿大新移民基金会 首发新移民健康慈善彩票 这是华人慈善团体中 唯一一个得到安省政府批准 公开发行彩票的团体 我们也是主要想帮助 这个研究机构 继续做它的专项研究 我们现在没有政府的专项资金 所以我们是通过这个渠道 筹集一些资金 然后也通过这个渠道 告诉政府 然后我们民间有这种需求 万锦市长以及三级政府要员 对福建华联总会及新移民基金会的善举表示赞赏 而在晚宴举办之前 还举行了全球第46场助力武术 入澳签名仪式 以及福州火楼区招商引财点的推荐发布 凤凰卫视记者腾中心多伦多报道